最近没有沈哥哥的消息吗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怎么差三十块钱呢 你看 这烤盘五串 你弄的六串 真不好意思 秉子 正玩什么事啊 二朋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沈哥哥在哪儿了 我先要去找他 银子 我觉得 我 我觉得 什么呀 我觉得是不该你去找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照须出门 挂了 回来 孙长啊 去机场 你怎么这么猛撞啊 万一撞我怎么办 我 这一着急我就跑过来了 银子 你真的不能去找他 为什么呀 我吧 就是一个粗人 我不会讲大道理 也不会煽情 我这事简单点跟你说吧 你就算找到沈阳又怎样 你就算知道他住哪个又怎么样 他会愿意跟你一起回来吗 他会 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回来 男人就是小孩 这性子拧在了一起啊 不是一般人能解开的 沈安为什么躲开咱们 原因咱们都很清楚 他们家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都不能回到家亲自面对 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能力 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银子 我喜欢丁飞 我追过丁飞追过很多年 丁飞从来就没答应过我 丁飞处男朋友一叉接一叉 要是换到一般人早就受不了 可是我 一句谚言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 你二啊 我是二 可这跟二伴没有一点关系 我喜欢丁飞 我非常喜欢他 所以我希望他开心他幸福 这样的话我就高兴 当然 如果这个快乐幸福 是我能给予的 那是最好的 如果我给予不了的话 我也会祝福他 早日找到一个 能给予他快乐幸福的人 这也就是爱情 银子 你也应该站在沈安的角度 好好的去想一想 到底沈安现在最想见到的是谁 又是谁 此时此刻最能帮助沈安 你 最能帮助沈安 谁啊 来干嘛 我想菲菲阿姨了呗 又得了吧 去想你为了个妈吧 你这孩子 让你跟你妈多相处相处 怎么就这么不听的妈呢 就是 少吃点红花石的 吃点水果 就 哎呀 我们能打过招呼了 估计是你妈过来抓人 不会吧 你不是说打过招呼了吗 露馅了吧 你刚才来的呀 我 我不是在楼底下遇见的 那怎么说 你们俩还挺好缘啊 霏霏 干嘛在门火说话呀 宽人家也能进来吧 乔小姐 我知道你来是什么用意 虽然说初夏和沈安现在确实分开了 但是局势还不稳定 你是想趁热打铁 趁火打劫是吗 我告诉你 我丁飞在这儿 你的计划失败了 麻烦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出门帮我把那个门带上 谢谢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霏霏 夏阳肯定是真有急事 不然也不会跑你老虎窝来 我这老虎窝算什么呀 你别忘了人家可是金刚兔 初夏姐姐 我知道我曾经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来找你 可是我还是想拜托你 佳颖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你今天过来是为了沈安吧 沈高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消息了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知道那件往事 他有难以摆脱的负罪感 也知道 那个曾经把他拉出阴影的你 是他曾经殃及的人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我很担心他做出什么 不理智的事情来 沈安 不会的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沈哥哥 是一个很理智很坚强的人 出了事顶多躲起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现在沈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不就证明了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吗 初夏姐姐 能不能看在 沈哥哥曾经那么对你好的份上 求求你 把他带回来好吗 至少 让我们知道 他还活着 求求你啊 给你 把他带回来 不希望你 把他带回来 让他带回来 聊 没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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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